然后我们请大家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九节 现在我们看《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九节 请大家听国语读出来 我现在用国语读出 亲爱的,有火一般的考验临到你们 不要奇怪,师父是遭遇非常的事 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欣喜快乐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 因为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 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 若有人因是基督徒而受苦 不要引以为耻 导要因此名而归荣耀给神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 若是先从我们开始 那么不信从神赋因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若是一人 这还仅仅得救 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立呢 所以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 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位信实造物主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盼望与试验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盼望与试验 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新版的圣经 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新版的圣经 就称为考验 称为是考验 试验就是考验 在这里试验也就是考验 考验是人生难免的事 考验是人生难免的事 考验是不好受的 考验是不好受的 你去考试你觉得不是那么好受的 你去考试不是那么好受的 不过如果你逃避考验 后果更严重 但是如果你要逃避考验 后果会更严重 你想想你每一次的考试 你都逃避不去考 你想想如果每次考试 你都不去考去逃避 或者你花点钱去买一张证书 你以后的后果更加严重 你想想你不去考车牌 你想想你如果不去考车牌 那你就给点钱去买了车牌 而你花一些钱 把车牌买下来 那你的驾驶技术 是去到什么程度呢 那么你们的驾驶技术 是到了什么程度呢 很容易被警察捉到的时候 你就出现问题了 很容易会被警察抓住 就会出现问题 我见过这么一个人 我见到这么一个人 有些男孩子 有些男孩子 不敢追求女孩子 为什么呢 他怕考验 因为他们怕考验 他们想如果失败了会怎么办 所以他就为了逃避失败 就说不去追求女孩子 所以那些男孩子为了逃避失败 就干脆不去追求女孩子 真的有这么一个男孩子 其实是不少的 那么他们的后果会怎么样呢 后果会是很严重的 后果会是很严重的 对他自己的心理的影响 是很严重的 所以对那个男孩子 心理影响十分严重 我年轻的时候 我都追过很多女孩子 我年轻的时候 追求了不少女孩子 试过很多次的失败 也遭遇了不同的失败 但起码我可爱的地方 我可爱的地方就是 就是我不断失败 不断地去追 我不断地失败 不断地追求 起码最后我都追到了 其实最后我还是追求到了 如果我因为怕失败而不去追 如果我因为怕失败而不去追 那这种心情就会继续影响我 这样的心情想法会继续影响我 我的心理就会扭曲 我的心也就会扭曲 我认识一个男人 我认识一个男人 他就是怕失败 不敢去追女孩子 他就是害怕失败不去追求女孩子 他说我不想经历 我不想经过这个过程 他说我不想经历那个过程 我说一步就得到 我就想一步得到 就一步就可以结婚 我一步就可以跟那个女孩子结婚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的呢 其实世上哪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时时采取一个突然的行动 所以他经常采取一些突然的行动 有人到他们家坐 那他就 那些人客走的时候 他就请了一个女孩子 你看看我这个多好 你看看我这个多好 你看看家里的东西 当人客走的时候 他请了那女孩子说 你看我这个家里 这个东西很好 那个东西很好 那么他就关门到门 不让人家走 那么他把门关上 不要那个女孩子走 那样就把那个女孩子吓坏了 那么怎么可以得到一个太太呢 那么如何得到一个太太呢 那么他终之就是身体又不好 终于他身体又不好 五十几岁他就死了 五十多岁他就死了 逃避考验是后果很严重的 逃避考验 酷过是很严重的 我们做基督徒是经常要 经常会被考验的 我们做基督徒是经常要被考验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跟主耶稣的命运 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我们跟主耶稣的命运 是连在一起 在十二十三节那里这么说 在十二到十三节说 亲爱的 有火一般的考验 临到你们 不要奇怪 师父是遭遇非常事 但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写线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 十三节那里说 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考验是一种苦 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会遇到考验呢 因为你一信了耶稣 你的命运就跟耶稣的命运 连在一起 耶稣被针十字架受苦 那么你跟我都要受苦 不一定受耶稣同样的苦 不一定受耶稣同样的苦 总之就是要基督一同受苦 但是总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这是注定了的 这是注定的 所以如果你不想受苦 你不要做基督徒 所以你不想受苦 请不要做基督徒 做基督徒一定要受苦的 做基督徒一定要受苦 耶稣怎么样 我们又怎么样 耶稣怎么样 我们就怎么样 因为我们是跟随他的 因为我们是跟随他的 所以圣经说 不要觉得奇怪 第十二节那里说 所以圣经十二节说 不要奇怪 基督徒受苦这么奇怪 基督徒受苦是很奇怪 他不要觉得奇怪 请不要觉得奇怪 他说这个是注定的 这是注定的 特别他提到 有火一般的考验 特别圣经上提到 有火一般的考验 因为以前 考验这个词 就是练金 以前考验这个词是练经 就是你用金去练 是用火去练 将杂质就除了去 烧了去的 叫火去烧烟 然后把杂质烧掉 所以你被火烧 是觉得很痛苦的 所以被火烧的时候 是十分痛苦 或者我们看一下 考验是有什么形式的呢 我们看一下 考验是有什么样的形式 第一个形式 就是受辱骂 第一个形式 是受辱骂 基督徒是会被人骂的 也就是说 基督徒会被人骂 其实做人 就是要被人骂的了 其实做人 就会被人骂 我问你们 谁没有被人骂过呢 我问一下你们 谁没有给人骂过 个个都被人骂过的 很多人都被人骂过 但是做基督徒 也都要被人骂 但是做基督徒 也会被人骂 为什么呢 第一就是为基督的名 你会被人骂 为什么呢 第一是为基督的名 而被人骂 第十四节上面 那里这么说 第十四节 A这么说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 受辱骂 是有福的 他说为基督的名 受辱骂 什么叫为基督的名 那么什么是为基督的名 基督的名 就是基督耶稣本身 基督的名 就是基督耶稣本身 如果我们看圣经 我们发现 上帝对他自己的名 很敏感的 我们看圣经 我们会发现 上帝对他的名 是十分敏感的 耶稣对他自己的名 也很敏感的 耶稣对他自己的名 也十分敏感 我们不可以羞辱神的名 我们不可羞辱神的名 我们要称赞神的名 我们要称赞神的名 为什么神对自己的名 这么敏感呢 为什么神对自己的名 是那么敏感 是因为你跟我都是这样的 因为你跟我都是一样 你对自己的名 都很敏感的 你对自己的名 都十分敏感 如果你偶然听到 外面有人说 Alex 怎么样 如果你在外面听说 比如说那Alex 怎么怎么样 你一听到 人提到你的名 当你一听到 别人提到你的名 你就很敏感的了 你就十分敏感 他说了些什么 那么他说了些什么 他是说那些好事 对我说那些不好事 他在说我的好话 还是坏话 问题就是 在大多数的情况 你是听不到的 问题在很多情况下 你们都是听不到的 但是我讲一下 个个人 在外面都有人 说你的话 但是每一个人 在外面 多有人说你 都会提到你的名 都会提到你的名 问题是 人家讲你的什么 问题是 他们在说你什么 由于神 是完全圣洁的 由于神是完全圣洁的 他是完全无罪的 所以我们不应该 说神有什么不好 所以我不能说 神有什么不好 我们反而是要 荣耀祂的名 我们反而要 荣耀祂的名 我们要 维护神的名 我们要维护神的名 当我们为了 耶稣的名 被人骂 是有福的 当我们为了 耶稣的名 而被人骂 是有福的 今天我们基督徒 都很多人 很多人被人骂 今天我们许多基督徒 很多时候都给人骂 当你是基督徒 被人骂的时候 其实等于耶稣 基督被人骂 当你是基督徒 被人骂的时候 其实就是耶稣 基督被人骂 因为我们是代表耶稣 因为我们是代表了耶稣 如果你有看报纸 如果你有看报纸 你就知道基督徒 经常被人骂 你会注意到 基督徒是经常给人骂 人家骂基督徒 什么呢 他们骂基督徒 什么呢 骂我们不懂思考 那我们不会思考 如果你会思考 为什么要信这些东西 另外就是骂我们 死守传统 骂我们不开放 说我们不开放 骂我们 说我们 憎恨同性恋者 其实我们从来 都不憎恨同性恋者 其实我们从来 没有憎恨同性恋者 我们只不过 不同意 只是我们 不赞同同性恋而已 我们是任何人 我们都接纳的 我们都爱的 我们是任何人 都能接纳 但他们外面就是 骂我们 说我们憎恨同性恋者 就算在教会里面 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 都会被人骂的 就是在教会里面 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 也会被人骂 最关键是我们 是否为基督的名 最关键是 我们是否为基督的名 圣经又说 被人骂是有福的 圣经上说 被人骂是有福的 他说明 就是你们 若为基督的名 受欲骂是有福的 圣经上说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 受辱骂是有福的 如果你为 别的东西被骂 就不一定有福了 如果你们是因为 其他事情而被骂 并不是有福的 为什么为基督的名 被骂是有福呢 为什么为基督的名 受辱骂 而是有福的呢 因为对我们的声誉 其实最后是没有损害的 对我们的声誉 最后是没有损害的 反而更加显出 骂我们的人 是无知的 那样反而显出 骂我们的人 更加无知 其实我告诉你们 每个伟大的人物 都被人骂过了 其实告诉你们 每个伟大的人物 都被人骂过 美国的马丁路德金 美国的马帝路吉丁 他就是说 他要黑人白人 完全平等过的了 他提出黑人 跟白人 同样平等 他被人骂 说他是极端主义者 他被人骂 为极端主义者 你知道孙中山 都被人骂的吗 你知道孙中山 也被人骂过 孙中山当初说 要搞革命 人家骂他是孙大炮 人家说他是孙大炮 什么叫孙大炮呢 什么叫孙大炮 他说你在那里吹牛 就是说他在吹牛皮 你怎么可能搞革命呢 就是说他如何去搞革命呢 1997年死的 那个德兰修女 1997年去世的德兰修女 他在印度 被那些印度教徒骂 他说他服务穷人 是假的 他说德兰修女 服务穷人是假的 其实他是服务教会 他只是服务教会 我们今天讲宣教 今天我们说宣教 其实现代的宣教之父 有一个人叫威廉加利 现在的宣教之父 有个人叫威廉加利 William Carey 他是一个英国人 他是一个英国人 当时在18世纪 当时是18世纪 基督徒就在欧洲 基督徒在欧洲 在全世界其他地方 没有基督徒 在全世界其他没有基督徒 这个威廉加利就说 我们要去到世界其他地方宣教 这个威廉加利就说 我们要到世界其他地方去宣教 如果不是那些人 就听不到福音 就会灭亡的了 如果那些人听不到福音 他们就会灭亡的 当时的教会领袖 个人都骂他 当时的教会领袖 各都骂他 其中一个怎么说呢 说他年少无知 有人说 William Carey 是年少无知 他说青年人 如果神要救印度那些人 如果神要救印度那些人 他自然有办法的 他自然会有办法 不用你去 他当初被很多人骂 William Carey 当时是被很多人骂过 但最后那些人 都要相信他 但最后那些人 也要相信他 最后就派了他 去印度宣教 最后他们把 William Carey 派到印度去宣教 从此就展开了 一幕宣教的热成 从此就展开一幕 宣教的热成 不过我们要小心 我们不要就是 一被人骂 我们就自以为是 我们不要一给人骂 就自以为是 以为是我对 就认为我们是对的 因为人可以很主观的 因为人可以十分主观 一个真正有道理的人 一个真正有道理的人 不是很在乎 其他人骂他的 不在乎人们怎么骂他 因为他知道 被人骂是有福的 而且他很坚强的 而且是十分坚强 但是如果你很在乎 别人骂你 如果你很十分在乎 别人骂你 别人骂你又睡不着觉 又吃不到饭 别人骂你 又睡不着觉 又吃不下饭 那很可能是你的问题 那么很可能就是 你自己的问题 如果你真是为神的名 被人骂 如果你真是为神的名 而被人骂 你不会太难受的 你不会难受的 因为有荣耀的灵 在我们身上 圣经上说 为什么骂有福是 因为有荣耀的灵 也就是神的灵 我们请大家听 四章十四节B 四章十四节B 因为荣耀的灵 就是神的灵 在你们身上 为什么被人骂是有福的呢 为什么被人骂是有福的呢 因为有神的灵 在我们身上 因为是有神的灵 在我们身上 这个灵是荣耀的灵 这个灵是荣耀的灵 荣耀跟辱骂是相对的 相反的 荣耀跟辱骂是相反的 就是有神在你那边 有神在你那边 所以别人骂你 你也是有福的 所以别人骂你 你是有福的 因为最后都会显出 骂人的人是无知的 最后显示那些骂人的人 是无知的 或者是有阴谋的 最后的荣耀都会归回给你的 最后的荣耀也会归给你 所以你看一下历史上的名人 所以你们看一下历史上的名人 孙中山 孙中山 周恩来 周恩来 文天祥 文天祥 岳飞 最后他们都是光荣的 虽然当时有人骂他们 虽然当时有人骂他们 考验的形式 第一是受辱骂 第二就是受苦 第二是受苦 受辱骂都是受苦 受辱骂也是受苦 但受苦就不一定是被人骂的 但受苦不一定是给人骂 受苦有很多种形式的 受苦有很多种形式 我们要看一下为什么而受苦 我们要看一下是为什么而受苦 圣经讲到 有些人可以为了犯法或者作恶而受苦 有些人可以为犯法和作恶而受苦 十五节那里怎么说 十五节这么说 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 偷窃 作恶 好管闲事而受苦 我们看上面的三种人 我们看一下上面三种人 杀人 偷窃 作恶 杀人 偷窃 作恶 杀人和偷窃都是犯法的 杀人 偷窃 作恶是犯法的 为什么圣经要提这一样东西呢 为什么圣经要提这样东西 你们中间不要这样啊 为什么这么说 你们中间不可这么样 难道基督徒都会杀人的吗 难道基督徒也会杀人吗 其实因为有些基督徒 在之前 未做基督徒之前 曾经杀过人 因为有些基督徒 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杀了人 也偷过东西 所以这两种人是犯法的 这两样东西是犯法的 但是作恶就不一定犯法 但是作恶不一定是犯法 比如你通奸 比如说通奸 这个是作恶 但是这个没有犯法的 但是这个没有犯法 你说谎 你说谎 这个是作恶 就是作恶 但是这个不犯法的 但是那不是犯法的事情 但是这些东西都会令到你受苦的 但是这些东西也会让你受苦的 最后都会令你受苦的 最后也会让你受苦 用什么受什么苦呢 你最后你会知道的了 受什么苦呢 最后你会知道的 比如你懒惰自私 说大话 比如你懒惰自私 说谎 最后很多人会反对你 最后有很多人会反对你 最后会认出你的真面目 最后认出你的真面目 那你就受到很多人的制裁 你会受到很多人的制裁 在这句说话里面 有一样东西 最后的东西是挺奇怪的 就叫好管闲事 在这段经文最后有很奇怪 为什么说好管闲事 你会觉得 为什么圣经会提好管闲事 会感到奇怪 为什么圣经会提到好管闲事 这个好管闲事 跟上面那三种人是不同的 这个好管闲事 跟上面三种人是不同的 为什么不同呢 如何不同呢 如果你看原文 如果你看原文 文法是不同的 它的文法是不同的 因为原文是这么说的 那原文是这么说 不可有人因为杀人 偷窃作恶 不可有人因为杀人 偷窃作恶 因为好管闲事而受苦 因为好管闲事而受苦 在好管闲事之前 加多了个因为 在好管闲事之前加了因为 前面那三样都是一样东西 因为前面三样东西 都是一样的东西 好管闲事是另外一类的了 好管闲事是另外一类 那为什么另外一类法呢 如何另外一类呢 我们都留意 在肥立比书那里 二章四节有一句这样的说话 我们在腓立比书 二章四节有这么话说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圣经说我们不要只顾自己 圣经不是说 我们不能只顾自己吗 要顾下人家 还要顾及别人 但这些圣经就怎么说呢 但这些圣经又如何说 不要好管闲事 而不要好管闲事 那问题在哪里 如果我们留意那个动词 这里就是顾 这个腓立比书经文是顾 比特前书那里就是管 原文都是这样的 原文也是如此 管就有问题了 一到管字就有问题 管是什么 原文那个字是supervise 原文的意思是supervise 就是你只能去管理人家的事 就是管你别人的事情 什么叫闲事呢 什么叫闲事 闲事第一就是别人的事 第一闲事是别人的事 第二就是超过你力量的事 第二是超过你力量的事情 你不应该去管 你又去管 但问题就是他拿这些好心 就去管人家的事 但是他拿这些好心 去管别人的事 他自己最后会受很大的苦 他自己最后会受很大的苦 也都令人受很大的苦 也令别人受到苦 我举两个真实的例子 我以前在香港有一个朋友 我以前在香港有一个朋友 是教会里面的弟兄 是教会的一位弟兄 这是一件在他年轻时候发生的事情 他就在一间很远的乡村 就是香港的乡村的学校里面教书 他在一个很远的香港的乡村里面教书 他就要住在乡村里面 他要住在乡村里面 他有一个女同事 也是在这里教书的 他有一个女同事 也是在那里教书 那个女同事 经常都向她说 她丈夫 我丈夫为什么对我不好 那个女同事经常跟她说 我丈夫如何对我不好 这位基督徒就充满正义感 这位基督徒就充满正义感 你丈夫不对 其实这里听到她片面之词 那只是他听了她的片面之词 他竟然出回香港 去到这个女同事家里 骂她丈夫 他居然出到香港 到这个女同事家 去骂她的丈夫 你这样对待你太太 你虐待你太太 是不对的 你这样虐待你太太 是不对的 这就是管人的闲事 这就是管了别人的闲事 如果你给我 如果你给我 很多人如果说到 她的丈夫对她不好 很多人说她丈夫对她不好 我就会问她 你丈夫愿意跟我聊天吗 我就会问她 你先生愿意跟我聊天吗 一定要她愿意 一定要她愿意 她不愿意 我就不去见她了 她不愿意的话 我就会见她 如果我不理别人的愿意 就去人家 骂人家 我就管人家 如果我不得到别人的愿意 我就去别人家 去骂别人 那就不对 问题就是在这里 他太有正义感了 就是这个男生 然后弟兄太有正义感 不单止是这样 不仅仅如此 他也很有爱心 他同样也很有爱心 好了 你丈夫对你不好 我对你好 好了 你丈夫对我不好 对你好 终于跟他发生肉体的关系 终于跟这个女同事 有肉体的关系 终于使这位弟兄 身败名裂 终于使这位弟兄 身败名裂 他离开了我们的教会 他离开了我们的教会 不过也感谢神 神不是一次就永远 打死 一棍打死你 神不会一次一棍子打死他 他后来悔改 但后来他慧改 神都后来赐福给他 神后来也赐福给他 但他受了很大的苦 但是他受了很大的苦 令到这个女同事 都受了很大的苦 也令到这个女同事 受了很大的苦 另外有些人有一份责任感 因为有些人有一份的责任感 有一份的爱心 有一份的爱心 有人告诉他 我身体不是很好 有人告诉他 我身体不是很好 我发现他 不是讲卫生的 我发现他不是那么讲究卫生 我说你家一定很不干净 我跟他说你家一定很不干净 所以我们去到他家 于是我到他们家 你看你家多乱 你看你们家多乱 这些东西扔掉了 我就帮他扔了很多东西 我就帮他买了很多东西 而且我跟他买了很多东西 帮他管理你的厨房 帮他管理厨房 虽然这个人是不讲卫生 虽然这个人不讲卫生 但你现在去管人家 但是你去了去管别人 你又过了界了 又过了界 这个就是好管闲事 这就是好管闲事 就知道人家觉得 顶你不信 中间那些人受不了他们 你和他的关系就破坏了 那么他的关系就破坏了 那么你就受苦了 那么那就受苦了 我这么好心 为什么我那么好心 他确实反对我呢 基督徒很可惜 就是经常都是犯这些错误的 很多基督徒经常是犯了这些错误 你又很难说他没有爱心 你又很难说他没有爱心 你又很难说他没有正义感 也很难说他没有正义感 但是他又利用这些 使用这些东西去好管闲事 但是他们使用这些东西去好管闲事 那么就令到人家受苦 他自己也受苦 那么会认到别人受苦 他自己也受苦 那么多年我见过很多这些例子 那么多年我也见过这些例子 所以我邀请各位大英姊姊妹 所以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 不应该管的就不要管了 不应该管的就不要管 这个世界会平安得多的 这个世界会平安得多 但是圣经说除非你为一样东西而受苦 那就对了 圣经上说除非你为一样东西而受苦 那就对了 就是为作基督徒而受苦 就是为作基督徒而受苦 十六节那里这么说 十六节如此说 若有人因此基督徒而受苦 不要引以为此 到因此名而归荣耀给神 这个是唯一我们受苦的合法原因 这是唯一我们受苦的合法原因 圣经也都说明 就是做基督徒是要受苦的 实际上说明基督徒是要受苦的 我们为作基督徒而受苦 那就没问题了 如果你觉得做基督徒受苦 那就没问题 我们会受苦 但将这个名归荣耀给神 受苦第三个形式是什么 就是受审判 就是受神的审判 第十七节那里说 时候到了 第十节说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 有些人以为时候到了 是将来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时候到了 有些人认为时间到了 就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圣经原文的时候到了 就是现在已经到了 现在已经是这个时候了 现在已经是这个时候了 那然后审判就开始了 审判就要开始了 也就是十七节那里 也就是十七节说 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 神的家就是基督徒 神的家就是基督徒 就是说 神是会审判我们做基督徒的 神是要审判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将来是会去到永生那里 我们将来要去荣生的那里 但是现在如果我们犯罪 但是现在我们如果犯罪 好管闲事 好管闲事 作恶 神现在就在这个世界 就会审判我们 现在就在这个世界里面 审判我们 真言十一章三十一节 这么说 真言十一章三十一节 这么说 看啊 义人在地上尚且受报 何况恶人和罪人呢 这里说得很清楚 义人 基督徒在地上要受报 这里说得很清楚 义人也就是基督徒 在地上也要受报 就是我们今天 在得罪神 我们在今天这个地上 我们会受到报应 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得罪神 在我们的精神也会受报应 将来神就不会再惩罚我们了 将来神就不会再惩罚我们了 那么这个都很严重的 这也是十分严重 基督徒是在这个世界上受审判的 基督徒在这个世界 是会受审判的 圣经充满这样的例子 圣经上充满了这样的例子 在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 在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 就有一对夫妇 就是有一对夫妇 圣经上就说是阿兰尼亚撒菲拉 那这对夫妇就将她们的田地全部卖了 就将一部分的钱捐给教会 将一部分钱捐赠给教会 教会没有勉强人 就将所有的钱都捐赠给教会 教会没有勉强人将所有的钱捐给教会 但是他们就说大话 但是他们就说大话 他们说我们将全部的财产 就捐给教会了 他们说我们将全部的财产给了教会 其实他们只是捐一部分 他们其实只是真正的一部分 那么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怎么样 马上就死在这里 他马上就死在下面 多严厉啊 是很严厉的惩罚 所以彼得当时说你们欺骗圣灵 彼得说你们欺骗圣灵 我们今天也要留意 欺骗神是会惩罚的 作恶神是会惩罚的 作恶神是会惩罚的 我们千万不要藐视神 我们千万不要藐视神 这些例子我见到很多 我是极不愿意说出来的 我是极不愿意说出来的 我今天也不举例 在我自己的身上 我见到几次这样的 很严厉的神的审判 我在我自己身上 见到好几次神很严厉的审判 我在教会里面 我见到很多神 审判一些基督徒 那种严厉性 我在教会上看到 神审判基督徒那些严厉性 按照他们所做的来审判他们 按照他们所做的事情 是审判他们 所以我们千万要认真 所以我们千万一定要认真 如果不是神的审判 随时会临到我们 不然的话 神的审判会随时临到我们 所以圣经说 我们得救是不容易的 所以圣经上说 我们得救是不容易的 十八节 十八节这么说 若是一人还紧紧得救 不前进和犯罪的人 将有何地可立呢 这里说一人紧紧得救 这里说一人紧紧得救 有些人就以为基督徒 有些基督徒紧紧得救 得救之后 就是没什么奖赏的 有些基督徒认为 有些基督徒是紧紧得救 得救之后 没什么奖赏 其实这个紧紧 这两个字 不是这么解法的 其实紧紧不是这个意思 在中文圣经 我觉得翻译得 是有些问题 我觉得中文圣经 翻译是有问题 紧紧就是说 经过很多困难 而得救 经过苦难而得救 是经过苦难 才得救 如果你们识英文 你们会知道英文有个hardly 这个字的 如果你们认识英文 知道英文有这么一个词hardly hardly 其实hardly是由hard来的 hardly是用hard而来的 hardly就是几乎不行 hard 几乎不行 不是很容易 就进入永生 所以圣经说 基督徒是要经过苦难 所以圣经上说 基督徒是要经过苦难 但是如果你不信耶稣 这个就叫不敬虎 和犯罪的人 基督徒都犯罪 基督徒也犯罪 为什么圣经上说是义人 因为我们的罪被主耶稣赦免了 我们就是义人 因为我们的罪 给主耶稣的宝血赦免 我们就是义人 基督徒要经过困难 才得救 基督徒是经过困难 才得救 那神对不敬虎 和犯罪的人 就的审判更加严厉了 那神对不前进 和犯罪的人的审判 更加严厉 这个审判是在将来的 这个审判是在将来的 耶稣再来 再回来的时候 是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们将无地可占 所以我们要明白 基督徒一定要受苦的 基督徒是一定要受苦的 受苦是有福的 只要我们受苦得对 受苦是有福的 只要我们受苦得对 我们受苦就是有福的 我们在最后 我们要作出一个结论 最后我们要作出一个结论 就是我们会问两个问题 我们会问两个问题 就是公平与否的问题 是公平与否的问题 我们做好人 做基督徒而受苦 是不是公道的呢 我们做好人 做为义而受苦 是否是公道的呢 圣经说是公道的 圣经上是说是公道的 为什么呢 十九节这么说 十九节这么说 所以 照神旨意受苦的人 要一心为善 将自己的灵魂 交给那信实的造物主 就是我们受苦的时候 当我们受苦的时候 我们仍然是一心为善的 我们仍然是一心为善 我们不会骂人的 我们不能把人骂回 我们又不会报复 我们又不会报复 我们只是一心为善 我们只是一心为善 我们将自己的灵魂 交给那个造物主 我们将自己的灵魂 交给那位造物主 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 就像耶稣在十字架受苦的时候 他一句报复的话都没有 他一句报复的话都没有 他反而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耶稣最后怎么说呢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 当你受苦的时候 只要你知道你受苦不是因为你的错 只要你知道你受了苦不是因为你的错 你可以很安心的将你的灵魂交给主 那你可以很安心的将你的灵魂交给主 它会令你平凡的 它会令你平凡的 你一定是公平的 最后一定是公平的 你最后一定会公平的 另外一个有关的问题呢 另外一个有关的问题是 就是荣耀的问题 是荣耀的问题 因为这段经文三次提到荣耀 第一是在十三节那里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可以得到欢喜快乐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 这次十四节就这么说 十四节这么说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而受辱骂是有福的 因为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在你们身上 荣耀的灵在你们身上 荣耀的灵在你们身上 第十六节就怎么说 在十六节这么说 若是有人是基督徒而受苦 不要引以为耻 到应证明而归荣耀给神 为什么三次提到荣耀呢 为何三次要同道荣耀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自己刻意的去拿一些荣耀 我们刻意的去拿一些荣耀 我们只要做应该做的事就行了 我们只要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然后将我们的灵魂交给神 虽然有人骂我们 虽然会有人骂我们 有人看不到我做的事 有人看不到我们做的东西 不要紧 我们只是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到最后呢 到最后 神会给我们荣耀的 神会给我们荣耀 在中国是神会平凡的 用中国人的话说 神会平凡的 神会给我们荣耀的 现在不需要太过计较 那个荣耀 现在不需要太过计较那些荣耀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你只要做应该做的事 你只要做你应该做的事 你不需要太过计较你的声誉 你们不要太过计较你的声誉 你会发现大部分人 说你的时候都说你 说你好的 你会发现大部分人 说你都会说你好的 所以最后有神和我们平凡 所以最后有神给我们平凡 神会给我们荣耀 神会给我们荣耀 现在就不需要太过计较 人家怎么看我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虽然做基督徒是要受苦的 虽然做基督徒是要受苦的 是要受考验的 是要受考验的 是要被辱骂的 甚至是要受你的审判的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受苦的时候 是为了正确的事情而受苦 因为我们不是为好管闲事 也不是为了作恶 也不是为了作恶 是为了做基督徒而受苦 是为了做基督徒而受苦的 感谢你 因为你是会为我们平凡 因为您会为我们平凡 最后一切都是公平的 我们只要将我们的灵 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灵魂 交给你这位造物主 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灵魂 交给你这位造物主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明 我们将祷告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